在季節轉變的情況下突然變冷或是突然變熱 那通常會造成腸胃到卡住的情況 熱呢也會傷到元氣 大熱天有時候會覺得昏昏的 大概是這樣的感覺 多補充一些水分啊 補充一些滋潤身體的一些食物 那還有一些像黃金也是一個補充營業 一個蠻不錯的中藥 秋天的情況通常呢 第一個會遇到的是皮膚乾燥的問題 桶可能就會搔癢啊會抓會比較常見 那抓完可能就會有一些湯湯水水的這樣子 秋天有時候氣候會突然熱起來 那他們皮膚就會紅走 然後會有這樣的情況 在季節轉變的情況下突然變冷或是突然變熱 那通常會造成腸胃到卡住的情況 在中藝上叫做氣質或氣域的情況 造成消化道會有一些問題 那熱呢也會傷到元氣 大熱天有時候會覺得昏昏的 大概就是這樣的感覺 其實秋天我們一般我們比較秋躁 那可能會要多補充一些水分啊 補充一些滋潤身體的一些食物 比如說山藥也是一個不錯的藥材 那在秋天通常是一些剩餘的暑氣影響 那在秋天通常是一些剩餘的暑氣影響 所以我們要做一些事情 第一個就是要靈氣 最簡單就是去運動一下就會沒事了 那如果要吃的話通常會吃一些形氣的藥 比如說白扁豆啊 橙皮或是厚貨這一類的形氣藥 讓氣順了就會好了 那大家覺得要補元氣通常會用的就是人生嘛 當然以台灣用的人生通常是紅生會比較躁 那通常會選用白生 比如說黨生就是比較偏靠近白生 那還有一些像黃金 也是一個補充鷹葉一個蠻不錯的中藥 在這個季節變化可能會引起一些腸道的症狀 通常我們會使用 普林白鼠這一類的中藥 高的有時候會傷害到身體的一些 中藥叫做鷹葉 會讓身體裡面的水變少 那我們要補一些水分的話 除了喝水以外 我們可以吃一些 麥門鍾啊 或是黨生這一類的東西 都會有一些幫助這樣 台灣的士族跟台灣的民眾都是一樣的 就是我們只要跟你說吃什麼 大家就會瘋狂吃 適量就好 有種病叫做士族覺得生病 有一些東西好 但是要適合他 如果不適合吃了就是多的 反而會造成其他的問題 通常是希望如果在家裡 大概就是要控室跟控溫 就是最簡單的 我們叫中醫嘛 為什麼叫中醫 就剛剛好叫中嘛 叫四中 所以運動要適量 那原則上 運動在毛孩跑動的情況下 大概三到五分鐘 應該就要休息一下 大概可以休息兩到三分鐘 才可以再繼續運動 才不會過累 這樣 各位哈同志的粉絲大家好 我是台大動物醫院 復健科連健民醫師 漢方健康調理日常養護期 請各位 低速職員 成功 一大動物醫院 攝影師 科砂